不相亲 挂了挂了 文浩哥 你为啥不愿意相亲呀 我跟你说 你在我这儿做保姆 你就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啊 别问这么多啊 去去去 干活去 你条件那么好 肯定能找到女朋友的呀 你这一直担着 是不是有点什么 有 有点什么呀 你说什么呢 我身体好着呢 别瞎说 我也没说你身体呀 我是说 你是不是感情受挫过 你都三十出头了 再不结婚 真的就老来得子了 你这怎么说话呢你啊 刚才我爸电话里边催完我了 怎么你又催我呢 是吧 东夏你心里有扣你工资呀 去去去 干活去 文浩哥 我跟你正经说呢 你别转移话题 你这样在我们村还不结婚 肯定都是有点什么毛病的 你说你都三十一了 你谈恋爱谈两年结婚三十三吧 如果有小孩都三十四了 你的孩子成年 你都五十岁了 万一你的孩子再像你一样晚婚 那你还能抱着孙子吗 不是 你在这咒我呢 是吧 你这是给我上课呢 你才多大呀 我用你给我讲这些道理呀 在我们村五十都当爷爷了 你想想你五十岁还是个爹 你 我没话说 没话说 浩哥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啥你不愿意找女朋友呀 不是不找 是找不到了 这么跟你说吧 有的人用终点房就体验了别人的一生所爱 有的人用半生积蓄才去到了自己的一生所爱 有的人凭一张嘴就换来了幸福 有的人用一个真心却只能换来一辈子的教训 有的人爱都没爱只是睡够了 有的人碰都没碰就爱疯了 感情这种事儿没有办法定义 瞬息万变 不是不想谈恋爱 是已经不敢谈恋爱了 从很多人身上已经看不到一点点的真诚和尊重了 他们就是寂寞上头了 短暂的好感和带着目的去接近你 可能只是觉得你长得还行 挺有意思的 当下可以用来打发无聊的时间 但是等他遇到下一个比你各方面还要优秀的人 你就在下岗了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没有什么不好的 没有辜负 没有失望